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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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問,在這一段日子以來,台灣的社運,台灣的公運,多少的抗爭 但是民進黨現在成為國會最大多數,他真的有意願要解決嗎? 如果他真的沒有意願要解決,他就濫用這些符號 來做為他今天成為執政者的一個變角石 我們非常的沉痛,我們也必須要嚴厲的警告民進黨 千萬千萬不要再這樣做 因為人民的抗爭,人民的苦痛,你並沒有真的放在心裡面 你只是一個巨馬而已 總統在當選職業的時候,對全國人民說 未來執政的態度是謙卑、謙卑、再謙卑 可是今天這樣的行為,我們看到的是狂妄、再狂妄 是荒謬、荒謬、再荒謬 我要問蔡英文,大埔安到現在 都還在法院裡面持續的上訴 民進黨有沒有除過一分一毫的力量 在幫忙受苦受難的大埔居民 要回他們的家園、要回他們的土地 民進黨政府到現在有沒有任何一言片語的承諾 承諾執政以後立即重建大埔事物 沒有,到現在我們連一個字的承諾都聽不到 今天猜大埔,明天猜政府 並不是對國民黨說的 今天猜大埔,明天猜政府 是對任何傲慢的執政者說的 如果民進黨再不悔改 下一個我們要猜的政府 就是民進黨政府 這句口號,那些行動 對我們當時參與在裡面的所有的人來說 特別是對大埔事務 特別是對秀宣吉來說 是非常沉痛的 是到今天都不一定能面對的一個事情 到底他能為這些政策和體制達成什麼樣的改變 我們沒有看到他現在做出任何承諾 過去八年,民進黨如果作為一個稱職的在野黨 那我們這些人民就不要在這八年來 每一次都要在街頭上流血 每一次都要鬧著被警察被司法起訴的風險 在街頭上跟馬政府對抗 人民過去八年那麼辛苦 就是因為民進黨你不稱職 那現在你減了人民力量的便宜 你減了我們這些流血流汗的人的便宜 你不謙卑反省 還把這些血和這些苦痛 拿來這樣子侵滅的消費 我們真的是看不下去 民進黨相對於國民黨對於反核 是比較友善的 可是我們也必須說 在這段時間 民間的反核團體提出來的很多的訴求 包括我們要求刪除核四的封存的預算 包括我們要求核廢料好好的處理 目前這些訴求民進黨都無法承諾 甚至更多他也不知道該怎麼做 民進黨的這個媒創中心的主任李厚慶 他發了一個新聞稿說 他們做這樣子的排演 做這樣子的安排 是為了一個警惕 對執政者 就對人民力量的一種自我的警惕 我想要說 如果你真的希望對於人民力量 要有一個深切的警惕的話 很簡單 只要在520當天 請蔡總統 請林全院長 從管理台上面走下來 走到明天將會 站在街頭上面 對於這些民進黨 接下來要執政的朋友 提出抗議 提出訴求的朋友 你只要走進去 聽聽他們的聲音 你就知道你該做什麼事情了 不用大費周章的 花這麼多錢 弄了一齣假的 這樣子的戲劇 這樣子的角色扮演 你在這裡面看到的事情是 勝利者對於人民的血淚 對於人民的訴求的 輕慢 傲慢 昨天我們透過恨行 從民進黨走到高等法院 我們恨 我們恨這個政府 他不顧人民的居住正義 我們恨這個政府 不顧人民的集會 尤其最近 內政委會在修集合法來看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 集合法 在禁制區 以及民進展區這個部分 民進黨 根本就是沒有想要革新的意思 說什麼 請聽人民的聲音 說什麼鷹派革新 說什麼人民大聲工 就我們看來 民進黨 只不過是在喇叭 我們今天就是血淚淚在這裡 走過這個總統府的禁制區 卻沒想到 今天還有一個假的 假的抗爭 正在總統府前面 集會有行 我們想問的是 如果 如果 蔡英文 如果民進黨 願意重視 人民的居住權 願意重視人民居住正義 我想問 為什麼 華光社區 到現在 居民 仍然流離失所 居民 仍然因為不當得力 而受到 龐大債務的追傷 甚至 讓 聲援華光社區的 五名被告 受到 司法 嚴重的打壓 國道收費員的抗爭到現在兩年了 蔡英文在1月4號跟我們見面的時候 他也告訴我們 只要國會過半 只要他當選 絕對會出來面對國道收費員的問題 絕對會解決國道收費員的問題 他承諾我們 不用等到520 就要召開專案小組會議 到現在 如果不是我們國道收費員 在今天晚上的夜宿在民進黨黨部外面 明天520 我們就要搭他說的城抗區 非常荒謬 明天就會有一個畫面是 裡面的靜置區 在上演民主進行區 外面的城抗區 真正正正的抗議群眾 用身體就在外面抗議 明天520 我們就會看到這樣的畫面 如果不是有這個行動 所謂他的專案小組會議 從頭到尾沒有開過 急急忙忙說知道我們要抗議了 才趕快再開了一個所謂的 有民進黨召開的會議 但是 來開這個會議的人 完全不知道 國道收費員在看這什麼 這個就是 蔡英文在告訴我們的 民主